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赵平福的事件是一个非常独行的一个事情 但是死亦未明 但是因为他死的 这个死者是一个华人 所以其实在我们在Galas的这个普选的时候 其实小弟有在那一边 那么当时发生这一个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副部长同志 他就被这一群这个赵家的这个家属为热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马华的这个领袖 除了不回应跟逃避之外 还有更好的作法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 并没有给人民很好的这一个反应 到底我们马华在这个赵平福事件上面 所持有的立场是什么 要令到我们有去来面对 也有可能他没有什么纪念 讲的简单还是新教不是老教 我在那个两晚三天都没有人来骚扰我 我一走掉就有人来骚扰 另外一个人 真的我在那个两晚三天 没有人来骚扰我 可能他们这又不容易欺负我 或者他们可怜我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不应该逃避的 不对 不对 那为什么不对 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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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